猴子坐在電腦前 透過心靈感應打字 還能玩電腦遊戲打磚塊 看起來像極了人類 全球首富馬斯克的大腦晶片公司 開發了大腦植入晶片技術 將晶片植入猴子腦部 宣布有重大進展 有望讓失明的人重見天日 這項晶片技術是透過 大腦控制電子設備 期許達成兩個目標 其中一項又讓先天失明的人 恢復設立 聽起來像天防夜談 但國內醫師認為不是不可能 另外一個目標則是要讓失能者或癱瘓的人 回復行動能力 也要嘗試治好帕金森氏症 痴呆症 和阿茲海默症 馬斯克更宣布公司目前已將大部分文件 提交給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有望在未來六個月內展開人體實驗 他甚至有可能在自己大腦裡 也植入電子設備 但現階段進行實驗的猴子們 已出現內出血 癲癲發作 慢性感染 甚至死亡等狀況 儘管馬斯克想造福人類 卻也迎來不少批評聲浪 我是新聞學家黃若林台北採訪報導